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風水出任務 我是李行 這個現代人啊 越來越注重健康 那所以我們會發現呢 我們對於養生的一個概念 或者說每年定期做健康檢查 這種意識越來越強了 那當然這是件好事的 可是如果說以命令老師 以這個出發點 來看健康這件事情的話 我認為有三個環節非常的重要 第一個環節呢 就是我們個人務必要 盡可能維持良好的睡眠飲食 還有生活習慣 因為身體是自己的嘛 不論說我們現天的體質好 或者是不好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這三個環節 能夠盡可能維持正常的話 至少我們在抵抗力方面 不容易會出現一些大小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我們通常我們會看紫薇斗書 或者是說會看八字 那我們可以從命盤裡面 看到我們先天 我是不是容易是 是比方說健康腸胃容易出問題 或者我是不是腫瘤的體質 這個是先天的命盤 或者是流年 其實都能夠看得出來的囉 那其實前面這兩個 它已經佔了將近70%的影響力 可是到後面 如果說我們再把風水考慮進去的話 它就會扮演著一個 到底會不會引動我們生病的 一個關鍵的元素 所以今天呢 黎欣老師帶大家來到這個木柵區 今天的業主呢 非常的特別 因為它本來其實在身體的健康 一直算是相當的穩定 那可是本來從命盤上面呢 已經些微的可以看出來 在身體的健康或在腫瘤這一塊 已經開始有點純純欲動了 可是又剛剛好搬新家的時候呢 遇到了流年的跟健康有關的方位去引動到了 所以導致它在身體的這個狀況 突然急轉直下 那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在這種風水這一塊 可以怎麼樣來做 今天會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所以呢 今天這個影集呢 對於健康啦 或是說對於自己的家人的這些 我們講說身體非常注重的朋友 記得要幫我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啦 好的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 今天來到了這個房子呢 它的一個坐向是坐東向西 雖然說呢 今天的重點在於健康 可是呢我要先跟大家介紹的是什麼 就是每一個坐向啊 都一定會有好的方位跟不好的方位 其實請老師看風水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希望把好的方位呢 它的氣場能夠發揮到最好 不好的方位 我們把它宣洩掉 或是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好那可是剛好就今天的這個格局啊 它的大門 開了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所謂的吵架門 其實吵架門 它原始的名稱叫做殺氣方啦 殺氣方的概念 它不是說什麼雪光意外 它單純就是說這個空間的氣場啊 它的磁場也好氣場也好 它起伏比較大 所以對於家裡面的人而言呢 就是容易會比較沒有耐心啦 溝通上面容易會有一些爭執啦 道理在這邊 所以我們從鏡頭上面可以看到這裡啊 我布了一個這個叫流水盆 那很多朋友看到流水盆 直接聯想到的啊 那就是跟財有關啊 的確它最終它的一個功能性 它能夠幫助我們的業主 帶來財富帶來收入 但是它先決有個大前提 就是因為這裡是吵架方 我布了這一個流水盆 它能夠藉由水的一個能量 把原本的一個殺氣 把原本的一個吵架的一個負面氣場 轉換成一個生氣 這個就變成財位啦 所以呢 那這個吵架門經過這個 奇門遁甲的這個 我們講流水盆的布局之後 它就變成了一個財門 財門也叫做生氣門 對於業主不管在工作上面啦 家人的感情啦 或者健康上面 它都會有加分的功能 好 那一開始就是我們就直接先破題 我們從大門把不好的 這個殺氣門 轉換成一個生氣門之後 那在接下來 剛剛我講過了 今天呢 我們的一個重點在於健康 那很多的朋友 在講到健康的時候 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 哎呀 我家外面有沒有外煞 那講到外煞 大家常常會聯想到 比方說這是壁刀啦 或者是很多人會講的 這個叫做藥冠煞啦 說藥冠煞又叫做腫瘤煞 那我們業主外面 到底有沒有這些 我們刻板印象當中不好的煞氣呢 我們接著繼續看一看 其實我們從畫面上 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今天業主家裡面採光非常非常的棒 也的確我們從正前方看過去的話 哇前面就是一個河濱公園 而且它有永久的一個動具 採光也好通風也好 甚至我整體看出去的景色 都會讓人覺得心晃神怡 可是偏偏呢 在我們鏡頭的左前方出現了 我們在刻板印象當中 很多節目裡面都會講的 藥冠煞 其實我必須說在最早以前 並沒有藥冠煞這個名詞 那以前呢它是 單純就是一個水缸 它是用來儲水的 所以藥冠煞它是後來被現代創造出來的 可是在之前的節目啊 李千老師常跟大家分享喔 我們的水塔在打造在設計的時候 並不是參照我們的藥冠 去模仿它的行作出來的 所以藥冠煞對於我而言 它只是一個人去投射的意念而已 那人都是感官的動物嘛 也許我聽到一個人說它是藥冠 沒感覺 兩個人聽到說是藥冠覺得還好 三個人聽到說藥冠 你每天看都覺得它是藥冠 可是當你每天看 都一個有一個印象一個意念投射在心裡面 就是我家外面有很多藥冠的時候 你每天這樣想 你覺得自己心情會好嗎 是不會的 但是呢 我覺得很多時候 為什麼我一直在倡導的 轉念就轉運 其實藥冠在我看起來 或者是說 我們不要講藥冠 水塔在我看起來 它單純就是只是一個儲水的容器而已 我們不要把它想的是藥冠嘛 我們把它想成是一個純錢筒 那我看上去它是一個純錢筒 那我裡面裝的水就叫做什麼 就叫做柴水囉 你每天看的外面有純錢筒 裡面裝的滿滿的柴水 你心情不會變得更好嗎 當然是會囉 好 那回歸到我們正常的一個 我們講說居住的一個邏輯 這個水塔 或是說這個水桶 在我看起來 我真正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於如果說我們 比方說夏天啦 或是說因為今天我們的業主家 它的坐像是坐東朝西 所以容易會有西塞 當西塞照到這種金屬材質的容器的時候 它容易會有反光啦 那如果這個反光它直接穿透到我們家裡面 其實對於家裡面的人情緒 本來就會容易浮躁一些 可是呢 接下來又是另外一個重點啦 在之前的影片呢 跟大家分享我們判斷外煞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叫做什麼 煞氣衝低不衝高 所以只要我看出去 雖然它看起來的景色 不是那麼的好看 也許心裡面多少有些微的掛藍 但是只要它的高度比我們低 其實它就不會影響到我們的一個家人 所以我相信各位朋友 從現在的這個攝影師帶到的這個景色 我們就能夠看到 它不管是高度也好 或者是距離也好 對於我們的業主 它是非常非常的有保障 絕對不會有外煞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心裡上面 真的是存在有一些 因為畢竟我必須說 要灌煞這件事情呢 已經長時間被植入在人的心裡面 所以如果說你心裡面有掛藍的話 我就建議你家裡面可以安裝這種紗簾 這個紗簾的一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平常我把它拉起來 它採光可以進得來 但是我外面看到不好看的景色 它就能夠把它淡化或者是霧化 因為現在的這個水塔 其實它根本就不是外煞 那能夠這樣子做 我們就能夠避免掉刻板印象當中 什麼這個水塔啦 或者是水桶啦 對我們這個健康造成負面的影響了啦 那剛好我們的鏡頭也待在這邊 那我就順道來介紹一下 因為坐東朝西啊 在這個位置呢 就是業主家的文昌位 那同時也是次財位啦 既是財位又是文昌位 所以這個空間呢 就是我們業主家的名利雙收位 那當然文昌布局的方法有很多 你們可以多運用綠色啦 多運用木質的這個裝飾品 或者是風水物啦 那通常我們講到文昌的話 比較傳統的一個做法 我們會布上文房四寶 加上文昌塔 那如果說呢 旁邊能夠還再加一盞小燈的話 我們就能夠讓這個名利雙收位的氣場 更加的永續啦 好 那在這邊呢 我們講完了這個外煞 我們判斷了外煞不會對業主 造成負面的影響的時候呢 那在接下來 我們就要從外面回歸到家裡面 其實到家裡面呢 跟健康有關的方位 我相信很多同學都很熟悉啦 就是所謂的病符位 但是講到這病符位 它又有分囉 它有分本宅的病符位 跟流年的病符位 那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解決呢 那我們接著往下看 現在呢 我們所在的位置是 業主家的廚房 欸 沒有錯 這是一個開放式廚房 但是我再次強調 因為現代人的生活習慣 居住環境 還有飲食習慣 跟以前我們的老祖先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大家不要再把開放式廚房 去貼上不好的標籤 觀念要改 要與時俱進的去做改變啦 好 那所以如果說 我再次強調 如果說你的飲食習慣 你的生活習慣 你是屬於輕食類的 你不會經常性的 蔥薑蒜 大火快潮 不會有油煙 那其實做成開放式廚房 只要你能夠確保 你的環境 能夠跟我們業主一樣 時時刻刻保持乾淨 整潔明亮 做開放式廚房有何不可 但是要提醒的是什麼 因為剛剛有講過了 會影響我們人身體 除了本宅的病符位 還有流年的病符位 那以今年2023年 流年的病符位在哪裡咧 在正東方 還記不記得 剛剛李仙老師 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直接跟大家說啦 今天我們業主的坐向 就是坐東向西 可是正東方 剛剛好就是在瓦斯爐的位置 我們都知道病符位 因為它屬土氣 土喜歡誰去生呢 土喜歡火去生 火來生土 那換句話說 雖然我們的業主 沒有經常性的大火快炒 蔥薑蒜啊 這種爆炒啊 可是只要一開火 那難免就會去引動到流年的病符位 那所以咧 我們為了確保起見 我們就在瓦斯爐的正上方這邊 我們幫業主就暗藏了一個銅符爐 暗藏了這個銅符爐之後呢 那其實我們就能夠把流年的病符位 盡可能去把它宣洩 把它化解掉 那對於業主而言 群家如果說想要偶爾啦 可能侵蝕啦 水煮啦 或者是甚至想要去炒個菜的話 那對於健康啊 這個病氣 它也不會被引動啦 還有還有喔 那我們講到這個廚房的顏色 如果剛剛好 不管您的本宅 或者是您的流年的病符位啊 跑到這個廚房 結果剛剛好您的廚房的配色 都是屬於這種白色的話 其實這個白色對於病氣的宣洩 它也有它的效果在 為什麼呢 因為白色它主管的物行 它就屬金 那剛剛說囉 病氣需要誰來洩呢 需要金來洩 那所以這個也是剛剛好啦 巧合啦 這個白色材質 不管是說櫃體啦 琉璃台啦 還有我們的洗碗槽啦 我們都用了白色 其實對於流年 今年啦 流年的病符位其實它都有牽制的功能 那所以以上呢 這一個提供各位朋友作為一個參考囉 好 那這個流年的病符位講完了 還有沒有 還有咧 所以喔 一個家裡面喔 我必須說喔 真的跟健康有關的這個位置喔 非常非常的多 那很多時候呢 這個病氣啊 它真的去引動的時候 它會去尋找什麼 它會尋找特定的人 一般我假設喔 假設說我們在命盤裡面 看不出來喔 或是說並沒有顯現說 有什麼特別的一些體質 可能會比較弱 容易生病的情況之下 它容易會找什麼呢 容易會找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抵抗力比較弱 還有再來呢 會找老人家 因為老人家其實抵抗力 也相對的是比較弱 那所以會有這種幾個 幾個對象來尋找啦 好了 那講完了流年 那我們接下來 李星老師再帶大家去 另外一個房間 另外一個房間 它既不是流年的病符位 它也不是本宅的病符位 可是在定義上 它也會跟我們的健康息息相關 在哪邊呢 跟著我往裡面找 現在李星老師站的位置 是算是業主的女兒的房間 那這個房間的位置 剛剛好就是 我身處的這一塊 剛剛好就是在中宮 那中宮有什麼不好呢 其實今年2023年的中宮 還不錯 是個流年的文昌位 可是在去年的狀況 就不是那麼的理想了 因為在2022年 五皇位跑到了中宮 那五皇位在中宮 如果我們中宮可能是廚房啦 可能是或者如果說 我是經常開關開關的 這個房門的話啦 那又或者是說 如果剛好有安床 對於在這個空間裡面的家人而言的話 第一個情緒會比較容易複雜 那在第二個呢 如果說這個空間剛好有養盆栽啦 甚至是有養小動物的話啊 在這個健康方面就容易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那也很巧 因為在去年的這個時候呢 其實以女兒而言 她在房間裡面啊 她喜歡養烏龜 喜歡養寵物 可是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寵物怎麼養 就是感覺就是病菸菸的 而且在前年還好 但是到了去年開始 2022年一整年 小動物不僅健康不好 甚至有一些都已經往生了喔 那後來就是經過我們的一個評估 一個判斷啊 我們就認為就是說 那是因為去年五黃入中宮所造成的 所以呢各位朋友 如果說你發現你們家的這個廚房 或者是說呢你們家的大門 剛好開在流年的五黃位的話 那我就 或者是你們的睡床喔 剛好開在五黃位 我就建議我們要御用一些風水物去做化解了 那剛剛講到的這個病菸菸的病氣五行屬土 也剛剛好 五黃位的五行也屬土 所以只要是土的這些煞氣 他都可以運用金屬的材質 或者金屬的化煞物 去把它給化解或者是宣洩掉 那你就可以發現 我們就建議到在業主女兒的門上面 我們掛了一個烏龜形狀的一個銅鈴 掛這個銅鈴有什麼好處 其實它有幾個用意喔 第一個只要我們在開門的這個過程當中 都可以讓這個金屬的聲響 把它可以引動起來 有這個金屬聲的震動的話 它針對五黃位這一塊呢 它就能夠把這個不好的氣場給宣洩掉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因為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們的業主家的女兒 她是養寵物啊 養寵物的健康一直不好 那所以呢 包括在睡眠這一塊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個烏龜的形 為什麼我們找烏龜 第一個烏龜它代表著長壽 那以前人的長壽就代表著健康 而且再來什麼烏龜啊 它雖然走路走得慢 但是它走得很穩定 那所以呢 藉由這兩個寓意 我們盡可能用烏龜的形 把五黃給壓住 不要讓五黃 因為五黃它是一個 就是起伏非常大的一顆心啦 那我們把它壓住了之後 再透過金屬的材質去把它宣洩掉 佈局了之後 剛剛講的就是小動物的健康問題 包括女兒的睡眠問題 自然而然的就化解掉了 那所以呢 這個呢就是針對我們居家 第二個可能會造成我們 健康上面的負面影響 還有解決的方式 那除此之外 還有沒有 還有 在哪裡 哎呀很不幸的 也是在房間裡 那是什麼方位 我們又可以怎麼來解決 我們接著往下看 現在我在的位置呢 是業主家第二個房間 那也是第二個女兒的房間 那在這邊呢 其實看上去 哎書桌啊 然後書啊 那就是一個 簡簡單單的一個臥房 可是就方位的 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房間剛好就是 本宅的病符位 那以本宅的病符位 其實病符位 光聽名字就知道 它對於人的健康 有負面的影響 那常常會遇到的 比方說 女生婦科啦 男生常胃啦 那又或者就是說呢 我們現代人 有很多的文明病 可能容易肩頸痠痛啦 睡眠不好啦 容易偏頭痛啦 這一些 那換句話說 只要是我們在先天上面 某一些器官 就是比較容易敏感 容易會弄一些小毛病 那我如果長時間 睡在病不胃的話 這些身體的不舒服 就會容易跑出來 造成自己在工作上 還有生活上的不方便 OK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怎麼做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就是建議大家 我們放一個銅葫蘆 好 那這個銅葫蘆大家都 我相信已經聽了很多遍了啦 但是為什麼還是要跟大家介紹呢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越來越多的朋友啊 他們很注重自己的設計 也就是我相信風水 但是我不希望在很明顯的位置 擺一些跟我裝潢風格非常矛盾的這個風水物 但是我這個我的女兒睡在病不胃裡面 我也不可能就是不管他 那所以我們我們的業主 應該是業主的這個女兒非常的聰明喔 他自己呢做了一個這個圓筒 那這個圓筒其實在這個桌子裡面看上去 它是很自然而然的一個 我們說裝飾品也好 或是說是自己的一個作品的展示也好 可是呢剛剛講的這個銅葫蘆 其實是藏在這個圓筒裡面的 所以各位朋友我們對於風水物喔 當然我們要尊重 那風水物呢在我的一個標準上面就是 經過我安坐啟動之後 你們不要再去把它拔起來 或者是說頻繁的這樣子移動 那這是一個大原則 那只要不違反這個大原則 你說外面欸我用一個我覺得說 因為對於孩子而言也許他看書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這麼大的一個銅葫蘆 心裡面總是會覺得好像哪裡不太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運用一個 注意喔要乾淨 而且我如果說我進行一個遮擋之後 我就不要有事沒事的 再給它上下上下的這樣子 頻繁的去開關了喔 我這樣遮擋起來 第一個最重要的 我的這個房子裡面的病氣 房間的病氣 我還是能透過銅葫蘆去做宣洩 但是我在視覺上 我看上去呢心裡就不會覺得 這麼突兀或者是不自然的啦 好那所以呢現在已經講了 已經講了三個跟健康有關的這個位置了 第一個呢就是在我們的廚房 有流年的病符位 第二個呢就是在我們第一個女兒的這個門上面 有掛了一個烏龜的銅鈴 因為那是流年的五黃位 還有再來就是現在李星老師身後這個大的銅葫蘆 因為這是本宅的病符位 好那麼重點來了 今天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今天業主啊女主人 其實她一開始的時候呢 身體健康都沒有問題 可是就這麼剛好在2022年的時候 2022年的時候健康狀況急轉直下 好那身上的這個癌值數就是突然很明顯的往上飆 好那其實怎麼找都找不出原因 那就不管說健康檢查啦 或者任何那個方法全部都試過了都找不到 可是後來我們經過風水的一個方位的鑑定之後 我們發現了 因為在去年女主人剛好她睡眠睡覺的地方 就是在流年的病符位 好那在流年的病符位既然發生了 那我睡著主臥房我不可能換位置啊 因為家裡沒有其他房間呢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做 還有後續我們又透過什麼樣子的一個正法 來協助我們這女主人在健康上面 就是能夠穩定 甚至呢還盡可能能不能夠再往上提升一些 我們接著往下看 好那現在李欣老師所在的位置喔 就是業主家的主臥房 好那這個這個方位呢剛好是新南方 講到新南方我相信對於有在研究風水的同學都知道 她剛好就是2020流年的病符位 好那以我們業主的女主人 女主人而言呢 她也剛好她的這個病情就是在2022年的時候急轉直下 所以喔就是大家千萬不要輕忽流年病符位 對我們家人的這個健康的負面影響啦 那我相信這個鏡頭帶到這邊 有些朋友就會好奇啦 那女主人睡這邊 男主人也睡這邊 為什麼只有女主人健康有問題呢 我們就回歸到今天在一開始的時候有跟大家講了 就命理老師來看一個人的健康的話 我會劃分為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你的生活睡眠飲食習慣正不正常 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在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你的命盤 如果你的命盤不管是你的本命盤 或者你的流年的盤在健康的這個位置 你已經有所謂的腫瘤心跑進去了 那你在今年就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那剛剛好因為我們的女主人 在2020年的時候 她流年的極餓功跑進去了一個腫瘤心 就是所謂的陀螺心 那因為這個心她已經影響她的命醇了 那再加上又睡到流年的這個病符位 所以就風水這個病氣的負面這個磁場跟氣場 她就會去引動 在體內這些癌細胞的這個指數往上攀升 OK好 那我們找到了問題之後 那接下來可以怎麼做呢 當然我們就是針對流年的病符位 我們去做一些化解 那化解的方法還記得我們剛在廚房有一個銅呼爐嘛 那這個廚房的銅呼爐是2023年的這個病符位 那所以我們就是把原本2022年的這個銅呼爐移到2023年的病符位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在我的身後 這裡有一個我們特別為女主人布置的奇門長生症 那這個奇門長生症其實她的邏輯跟道理 有點類似我們大家常聽到的坐生機 但是我再次強調這跟坐生機不一樣 我們要布這個政法其實是必須要找到第一個家裡面的好方位 第二個也要找到本人本命的好方位 那做了這個政法下去之後呢 基本上它的一個功能是盡可能的把我們人的一個生氣 把我們人的健康 把我們的抵抗力透過氣場的一個加乘 讓它盡可能的穩定住 就是我不要再往下了 所以它是負責一個停損穩定的一個功能 那有了這一個停損穩定的功能之後 我們再透過我正常的去看醫生啦 維持良好的睡眠飲食 還有這個生活習慣啦 那我們在近期接收到的好消息就是 女主人她的這個癌細胞的指數開始回穩了 那在精神還有體力上面也慢慢的回歸正軌 那我們在這邊也恭喜我們的女主人也預祝啊 我們的女主人在健康方面呢 她能夠繼續的啊 就是我們講說更加的 能夠康復的更快更為順利 好 好那所以今天的這個風水出任務啊 我們就藉由這一集的影片呢 跟大家再一次提醒啊 好現代人越來越注重所謂的健康啊 那會影響健康啊 就旅行老師看起來有三個重要的環節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每個人要盡可能維持良好的生活睡眠飲食習慣 去維持我們好的一個抵抗力還有體力 好第二個呢 我們也建議大家啊 也建議大家就是啊 最好每年啊 除了說要定期去做健康檢查之外 那也建議呢 每年可以去看看自己的八字 或是看看自己的指揮命盤 去了解一下我們在健康方面 是不是有哪一些啊 不好的心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當年的健康的運勢 那最後呢 那也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小看病符胃 對於我們家人健康的負面影響 如果說你想要去做確認的話呢 最好找一個專業 而且你信任的過的風水老師 去幫你們把家裡面 這個病符胃啦 榴槤的病符胃規劃出來 然後對症下藥的來化解 這樣子我們對於家人的健康 自己的健康 我們就能夠更有保障 那今天的風水出任務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